躺在不睡室的悄悄的晴空 小时里的灯海帮着你走 几个我写给你的记住 到什么变带了 到现在我还在写着 总有一天总有一天会发现 有人默默地陪在你的身边 也许我不敢在意你的世界 但你收到情书 也代表我一直走远 现在非常的感动 谢谢新加坡的朋友 谢谢你们 我们明天再见啦 拜拜